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项比赛是由亚洛史达新城广场祖崔 旨在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弘扬书法艺术 推广及培养大众对书法的兴趣 让大众了解并认知中文姓氏唐号 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们中华文化传统的一种艺术 那就是唐号 我相信大家对唐号都有一些认识 或者有一些人还不明白唐号的来源 那么好 趁着这个机会 我向大家解释一下 介绍给大家认识唐号的来源 唐号是池塘的称号 它主要是用于区别姓氏 宗族和家族 除了使用在池塘 也有用在一载院 祖谱 海味 以至于碑木等这些地方 据说呢 是我们的先贤们 他们为了要纪念 记载自己的姓氏的发源 而设的票字 它也是百家姓唐号的民地 一般来自祖先的发迹的郡邻 郡邻就是他们居住的那些地方 本协会第一次主办这个赛会 除了有本区的参赛者的支持 也受到了不少的外坡高手来参与 他们千里条条的热忱 参与这项比赛 真是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感激 非常的感动 这次的比赛 参赛者非常踊跃 人数约80人 比赛分学生组和公开组进行 参赛者不分性别种族 各组除了冠亚继军奖外 另设七份优秀奖 和十份佳作奖 以资鼓励 当初我们主办的时候 看到这个报名这么多人 觉得我们这次的主办人 真的能够迎合大众的需要 我们现在的学生 他们都已经慢慢地认识了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书法 但是唐浩第一次比赛都这么多人 我希望明年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常年热心赞助该会的国州议员 主办方表达由衷的感激 希望来年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 明镜与点点栏目